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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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們 午安 今天我們CSS要上兩個方格 概念上來講 我們沒聽過所以比較難一點點 匡線你們可能之前有聽過 就是有關Border的部分 那這次的匡線就是 我們要來放 圖片進去你的Borderline裡頭 或者是在匡線做一些弧度的修飾 那方格的話是一個 在CSS或者是整個網頁的程式 在創寫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後面的練習幾乎就是 為了讓你熟悉方格這個概念 那今天還有一個作業 是Lab5 我們最後面的CS23那個練習就是 Lab5的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內容都在裡頭 那所以今天會有一個作業 對 那今天會用到一些圖片 請同學們到打開圖片的資料 我只要先去下載 我等一下會跟同學們說 大輪是哪幾張圖片會用到 那剛剛助教有說 Lab4裡面有一個地方 我上課的時候沒有講 然後在Lab4的說明裡面好像也沒有提到 就是文字要置中的那部分 那所以那部分如果同學們沒有置中 或者是看起來 format格式看起來怪怪的 不用擔心那個助教不會扣分 那同樣的這個Lab4是你下一次 第六個作業Lab6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拿它過來修改 變成Lab6 所以到時候你再修改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我上課如果沒有講的 或者是說評上沒有寫清楚的那一塊 你這一次可以不用修改 那個助教也不會扣分 就是這樣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那請大家看一下那個圖片的那個 資料夾裡頭 今天會用到的就是 就是右邊這個clinatus的這張 花的圖片請大家下載 還有就是多了一隻 出的狗狗熊之外 還多了一隻貓 這隻貓也要下載 還有就是左下角這個 扑克牌的圖號那張也要下載 還有最後面那個叫Background的PNG 請你也是先下載 下載完之後請你就是 固定就把它放到一個folder夾裡頭 然後最好是folder夾來名稱就叫Images 跟你的檔案是在同一層這樣子 好那你在下載這些圖的時候 我就開始 我們就開始 稍微介紹一下框線這個部分 那框線 我們前幾次看的框線不是實心的 就是solid 換就是虛線的就是寫dash 這樣子 那現在假如說你的框線呢 邊緣呢你想要做個修飾 就是border radius border radius就是旁邊的四個角 你要做個修飾 所以看你修飾那個角度的大小 每一個角 你如果要修飾每一個角 你就要寫個百分比 這是百分比 那個值是百分比 然後四個值呢 它的順序是左上 右上 右下 左下 就是左上角開始 然後順時鐘這樣 所以大部分的程式的順序 都是左上 右上 然後右下 左下 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那我們先看一下 請大家先看一下 第17個練習 那這個練習 我們只要用W3School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也請大家看一下W3School 那你的弄派夾夾 我也建議你就是先把它開著 你等一下做完之後 我會希望你貼到弄派夾夾裡頭 去把它存檔 我先把下面body的部分貼上去一下 等一下 我先把下面的這幾行字先 我們會給大家看四個不一樣的border 然後所以上面這幾行只是幾行字而已 然後第一行是h2 the border radius property 這是border radius的屬性 然後等於屬性 然後再來下面body裡面 第二個是paragraph 只是在說明下面是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請大家放四個p 然後這次我們CSS會議的標籤呢 是用class 所以class的話上面記的就是一點 這是一點 先等我一下怎麼一直聽到一個雜音 等我一下 雜音不見了 好謝謝 可能有同學發現 那請大家這貼上去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練習 所以這四個p 我們就字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看它的border是長什麼樣子 那在style這裡呢 因為它是p 然後後面的class呢 第一個是normal 這是l 第二個是round1 第三個是round2 第四個是round3 那一二三中間是沒有空格 所以上面的style呢 也就是每一個 就是對應的class 你這邊就要把p normal round1 round2 round3先寫下來 然後每一個都給它一個大括弧 好 那我們把 我們的border 要寫的CSS 寫在這個大括弧裡頭 先擺旁邊一下 好 然後我們先 第一個正常 我們就寫一般我們正常border怎麼寫 所以在這個normal旁的大括弧後面就寫border就好 然後出兩個px solid solid 就是實心 然後紅色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看一下右邊 好 那就是框前 長得像這樣 就是四四方方的borderline 這樣twist 你說不用顏色不一樣粗細 你自己在去改 那通常除了solid之外 你可以虛線的話就是dash 你想要這邊寫dash就可以 好 就dash 那它就會 嗯 不要 sorry 好 我們先寫sorry 好 等一下那個round1 round2會用solid來比較 好 然後round1呢 我們開始要讓它有弧度 那我們就一樣border border大小一樣都要貼上去 一定要先設個border 不然它不會有border 但是這個border呢 你如果要它有弧度 我們下面再寫一個border radius 然後這弧度大小呢 你可以用百分比 你也可以用px好不好 那我們先用px 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百分比 好 我先把它對齊好 好 那這邊呢 我先用5個ps 然後你按一下run 好 所以5個ps它大概角度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把5個ps改成50% 你會發現它是以整個 應該說它這個弧度是以整個border來看 然後它彎曲就會從50 就是一半的地方開始彎曲 所以你就會知道 所以你就會知道 用percent的當作值 或是ps當作值 它的差異在哪裡 我們再把50%改成5個px 那5個px如果是長這樣 你沒什麼感覺的話 那我們試試看 把50個px變成25個px 然後看它是長什麼樣 它就會弧度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一般你如果弧度就是小小的 可能用ps會比較好 然後下面這個我們就弄一個8個px 然後最下面用個12個px 然後貼到這裡頭去2跟3的裡面 然後一個把這個5改成8 那下面這個改成12 那165 那你看一下 你就會可以發現 它們的弧度之間的不一樣 但5是最常用的 8 那12就有點太大了 那你如果想要弄一個不一樣的 你可以把12這個 你如果改成10% 你看它長什麼樣子 它就會長這樣 它壓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直的寫法會影響到 那個幅度的大小 而且樣態也會改變 還是改回px 這是第17個練習 再回到PPT裡頭來 第18個練習 所以剛剛17是弄弧度 然後我們現在如果四個 這邊 如果四個角度的弧度你要不一樣 好我們來弄四個角度弧度不一樣 現在如果一個的話就是大家弧度都一樣 然後我們來弄四個弧度不一樣的 請大家下載那個CSS18 然後把那個字先貼到8的裡頭 然後貼到這個WC School來 好不好 18的字 下面這個什麼抄文本 點點點的把它貼上去 就是請大家先把這一行 這一個paragraph裡面的字就是貼上去就好 然後我們在這個外面弄個框框 所以你如果弄好的就可以先把border跟border radius寫上去 border用三個px 然後這邊用虛線 dash要1d 如果沒有1d 就會像我剛剛只有打dash 東西會跑不出來 然後紅色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dash大概長這樣 然後三個px大概 就是粗細大小就看個人 然後我們要給它弧度囉 border radius 然後就要給它四個值 每一個值不知道的話 我們從左上50個px 第二個值40個px 右上 然後右下呢20個px 然後最左邊我們讓它是0 就是保持現狀這樣子 然後你按一下run 大概50 40 20 大概長這樣 所以假如說你要有一個 就是對稱或者是比較不一樣的框框 然後幅度都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設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設計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到box 上禮拜有講到padding 就是那個內具 就是裡面的間隔 裡面就是內部字跟邊邊之間的間隔 我們叫padding 那假如現在目前我們的border 跟我們的字是黏得很緊對不對 假如說我們希望它有一點點距離 我們就用padding 那你就在這個border radius的下面 多一個padding 然後我們寫一個20px 你可以看一下右邊 你會發現它會把那個間隔拉出來 這間隔這裡是20px 這裡是20px 這裡是20px 所以是如果都沒有上下左右的這個概念的話 你要寫一個值就是大家都是20px 所以這樣對padding有一點點概念了對不對 就是它就是你裡面這個字跟你的border之間 它的距離這樣 這是第十八個練習 那就麻煩同學們把左邊這邊摳起來 貼到你的node++去 然後把它存檔 就是貼到node++ 然後把它存檔存號 那這是匡線 就是有弧度的匡線的練習 這到目前都可以吧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錯誤是蠻簡單的 那接下來第十九個練習呢 它是假如說你的border 就是你的匡線是有圖片的 那我們就要插入一張image 就是要給它一張圖片 那時候呢 你就要用border image source 就不是border radius 叫border image source這樣子 然後幾個跟 如果這個匡線是有圖片 它的幾個屬性喔 剛剛講的是border image source 另外就是我們會練習這個image slice image slice 就是你要把圖片切割 或是image repeat 你需要它重複 或者是你要有寬度image width 或者是你要它有外擴的那種擴散的感覺 叫image outside outside 那後面這幾個我比較少用 前面可能我啦 我本人比較常用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十九個練習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 這是我們剛剛的那個第十八的練習嘛 對不對 然後 這是十八 十八的練習呢 如果是JavaScript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用一個 因為JavaScript要一定要互動 就是跟在螢幕前面 目前正在看你網頁的這個人的互動 你也可以這樣子去修改它的那個弧度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程式是怎麼寫的 看一下十八點 沒有打開 等我一下要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程式寫起來 就是前面寫的方法你看 跟我們剛剛寫的是差不多的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 在中間那個paragraph也是一樣 它多的input type 因為我們要放一個四方格 然後會有數字在裡面 你可以拖拉 所以一定要放input type 給人家去點選用 那input type這邊我就會有ID 那這個ID主要是要跟下面的這個JavaScript 可以去做對立 然後這個後面JavaScript 你可以不用理它 反正你就會知道說 寫那樣子的一個互動的一個程式 JavaScript其實還寫滿多的 但是它不是那麼困難 只要你前面這兩個懂 後面呢 這種講JavaScript的時候 你之後你就會懂 然後它就把它帶上去好不好 我只要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JavaScript弄上去的話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那第十九個練習呢 是要來把那個圖片放上去 那要用到的圖片呢 是那個boulder 就是有那個圖刻牌的那個圖片 那我們這個因為有相片 所以只能用nopi++來練習 所以用第十九個練習 請大家還是先把body裡面的那個paragraph 先把它貼上去好不好 這body的paragraph先把它弄上去 然後style先把它定出來 然後我們在style裡頭來 來把那個border弄出來 那請你這個弄好之後 先把它save 然後去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就是看一下你的圖片 目前應該長這樣子 我先把它放大一點 好 所以你的第十九應該是長這樣 目前 你要先save 然後再去按一下 看是不是長這樣 到這裡都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來把border放進去 它這個paragraph放在p裡頭 所以你這邊就要寫p 然後大瓜糊 先把這個先寫下去 然後一樣一定要先寫border 你如果要畫邊界一定要有border 不管這個border是實線還是相片 都是要先寫border 然後我們先給它一個30px 然後solid 它沒有顏色喔 我們希望它沒有顏色 但做這個動作是要把那個border定位在那裡 就是先寫說你的border就是要在這裡 然後我們給它 好 因為它沒有顏色 用transparent這個字 t-r-a-n-s-p-a-r-e-n-t 那就是透明的 所以你會有一個30px這麼寬的區域 給它放那個相片 這樣可以 你說大一點可以 你就把那個30px寫大一點 然後transparent它就會是透明的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你要做 就是一樣就是border 要先把它寫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給它border image source 那你的圖片來源 URL 剛才講的圖片來源 那就要刮核 在CSS URL後面就叫刮核 然後光圖裡面要記得要有那個引號 要先檔案區塊 等一下又跑不出來 那在這裡頭就把那個相片 放在哪個folder夾 或相片的位置把它寫在這裡頭 images 然後是檔案名稱 border 副檔名png 好就先 這個地方應該大家都已經很熟悉怎麼運作 所以後面這個應該不是問題 只是要記得在這個刮核後面 一定一定要記得放個那個分號 然後這個quotient圖片就會進去了 然後我們你先把它save起來 就先save 然後再回到剛剛你開的這個檔案 然後你把它refresh 你會看到有相片上去了 可是那相片長得怪怪 它不像是圖片 然後圍繞在這個區塊裡頭對不對 就是長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希望它重複這些相片好不好 我希望它重複這些相片 所以我們就用border image repeat 那repeat的寫法很多種 border image repeat它的寫法呢 你如果只是要repeat 我們就選repeat 你先弄一個repeat 然後把它save 然後你到前面再去看一下 等一下動不了 repeat repeat 好像 我忘記將圖片裁切了 沒關係我們先 它現在 如果現在寫repeat 它是動不了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它可以動 好不好 然後另外一個 它也可以重複的寫法 它叫做round 然後我們到剛剛這裡 這兩個應該長得一樣 目前看不出來 我們還是先把圖片切割放上去 比較能夠看得出它之間的差異 請大家先在border image repeat的前面 寫個border image slide 那剛剛有講過 border image slide 就是要把它畫成九宮格 它會有其中一格的寬度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值 現在譬如說30、40、50 那個不加單位 所以 這個 你可能 不太會有感覺 這應該是怎麼去切 所以就是 你需要去多看幾次 多設幾個值 你就會知道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先回到剛剛 nohi++這裡 把border image slide先寫下去 然後我們先用個值叫做30 然後先save起來 那下面repeat就寫wrong沒關係 然後我們再回到save了 save了 然後再回到這裡 然後再refresh 我應該是哪裡寫錯 等我一下 欸 做醬吧 我還想我哪裡key錯了 他動不了 他動不了 我再save一次 理論上應該 現在應該跑得出來了 你有看到 哪裡 你來直接幫我改比較快 這個 欸為什麼 為什麼會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 還好你有看到 還好你有看到 我的大瓜火放錯地方了 對不起 那這個就是他有切割 所以他 這是切割30個長相 看著 然後你如果切割 譬如說我切割10 你可以就切割 看了就好 然後不用我的給大家看 這是30的長樣 10是長這樣 10他切 就是他那個九宮格切的 切到的部分比較小 然後他整個round 就是repeat的意思 他整個會拉 拉開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 你就可以自己看看說 你要切切到 多大的相片進去 當做你的border的相片 這個我就切了 你看我切的 切得比較稀一點 然後他 因為他 他是round 或是repeat 他會一直重複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他在重複 你會覺得他不好看 所以這個值就是你通常 弄上去之後 你要自己要試試看 他會搭配下面 那假如說把round的改成 我們先看30長什麼樣子 等一下 所以30是長這樣 那假如說我要把它改成 把round改成repeat 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但是你有看到我剛剛 在refresh頁面的時候 把它說了一下 round跟repeat呢都是 就是他會整數倍數的去重複 這圖片會整數的這樣子去重複 但是round呢 他會依整數倍數 最後整數倍數去把它填滿 然後repeat 他不會依整數倍數 所以最後面如果有一個空格 只有一半 他就只有一半 就這樣 所以round跟repeat 也不一樣地方在這裡 所以通常你會用round 因為你希望他就是 裡面就是重複個四次 然後把它拉開很漂亮 那假如說是用repeat的話 可能就是重複四次之後 後面有一點點 他就0.5個樣子放在那裡 好 所以就兩個差異在那裡 另外一個叫做space 他會 他也是會重複 這裡 你們看就好 我就把它改成space 他也是重複 但是呢 你看喔 他重複的 他重複的方式呢 他就要填滿不足的地方 然後大家都要縮圖 看起來就覺得 全部擠在一起 但是space跟round 他不會用零點幾個相片的區域 去把它填滿repeat的會 然後round就會把它拉開 然後space呢 他會盡量把它縮圖縮到裡頭去 所以這幾個不一樣的參數 你可以就是試試看 所以我剛剛講的幾個 有round、有repeat、有space 還有一種是延展把它真的整個伸直的 叫stretch 你也可以把它試試看stretch stretchHTR ETCH 我已經很久沒做這個 我忘記它長什麼樣 stretch就是長這樣 所以這幾個不同的參數 你可以 如果你用到這個相片的border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還是先把它改為round 然後30 然後太醜了 我先把它改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目前的這張相片 字一樣就是 你看到這個 念border我們設30PS 你如果要大一點的話 這個相片會被你拉開喔 所以你要重新設你的slimes 你要重新設你的round 或是stretch 或是space 這樣子 所以這border的大小 現在30個PS 也會影響到你下面的設定 然後你看到這個border 跟下面這個字之間 是不是好像有一條線卡在裡頭 那這個字的地方就是你的 算是我們的content 然後目前跟border之間是沒有任何距離的 它們黏得很近 那假如說我們要給它距離 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把padding放進去 我們給它15個px 你要給它20也可以 然後我們剛回到這裡看一下 那這樣子就會有距離拉出來 就是說上下左右到border之間的距離 就是15個px 那這裡就可以 所以我慢慢的把padding的概念 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 這是第19個練習 好 所以匡線大概是這樣 那比較困難的就是相片這邊 slice 你的圖片的大小跟slice跟repeat會互相影響 所以這幾個你就是要多做幾次選擇 選擇你用下去 像我會用這個佛科牌 就是每次我都知道說粗就是30 然後slice大概就是30 出來的圖案就會比較漂亮 所以你如果找到幾個圖案你比較喜歡的 你可能就是要多試幾次才有辦法找出 寬度應該是多少 然後它應該是切30、40、50 切多少比 你是比較能夠放到那樣子的一個框線裡頭 所以你如果找到下面你喜歡拿來當border 你就要自己稍微試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方和模型 就是這個box model 那主要的就是跟幾個我們之前講過的屬性 就是border知道了嗎 pending 最近這幾次都有稍微練習到pending 那方和除了內含路叫content之外 跟它有關係的就是這個border pending跟Martin 他們這幾個人之間的關係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方和 那方和呢 它是控制整個頁面各個元素的寬跟高 就是它的範圍是 它只是控制每個元素喔 它不是控制整個網頁 所以它講的元素呢通常就是像div 然後或者是pparagraph 來存款這些 這個這種的叫區塊元素 它如果是在字句行間 你看你要去匡某一些字的話 那個叫做in-line block 叫行內元素 就會有這兩個元素 那我們通常在設計你的網頁的時候 比較常會用到的就是這個區塊的元素 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box model 就是像我們剛剛放一行字 那行字的東西叫content 然後我們在外面畫了一些界邊線 它叫做border 那中間這個就是padding 它content到border之間的距離 而且是上下左右一樣的一個值 然後這個你的這個content 加上這個border 跟下一個元素之間的距離叫margin 這樣可以 你的這個元素 譬如說我這個是在paragraph裡頭 那上面還有一個paragraph 那這兩個paragraph之間的距離叫margin 這樣可以 好 要記得囉 好 那我們先 這個box我們等一下來練習 我們先來練習就是這個in-line box 所以請大家開一下那in-line box的那個pdf檔 然後把裡面的字先把它貼上去好不好 好 in-line box 應該長這樣 然後把它貼到w3school好了 你會看的比較清楚一點 w3school 就是先把這字貼上去一下 那所以請在body這裡 好 然後第一行字是hy 就是這個the display property 先把它打上去 然後 然後 那這個display property是用來設定網頁元素它的顯示的型態 就是你要設定它是in-line還是in-line block還是block 所以用的這個屬性就是display 然後 所以這裡我們要寫一行字 在body的第二個地方 用h2來寫一行字 就是我要display in-line 我給你看一下什麼叫in-line 那之後我們會看in-line block跟block 我們用的就是寫的這一些字呢 請你用div把它框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元素 它是包在div裡頭 裡面寫什麼字你隨便寫都可以 圈圈圈叉叉叉ABCD都可以 先把这个弄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 copy paste到下面这里头来 那我们会做这三个练习 我们先看Inline好的这个练习 那因为它有三个DIV 每个DIV我们上面要给它 就是一个CSS的就是 的程式的时候 我先设定就是ABC 那它需要span也就是说 我等一下要框住的地方呢 我要用span这个标签把它框起来 那我想要框的字呢 是在 看一下这里 这个字我想框这个字好不好 就这里哦 这两个字哦 我要来框这两个字 所以我要在这两个字的前后 都放个span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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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都可以 就是这两个字的前后都用span这一对 这个标签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之后呢 我要用上面的css 来把它做一些描述 那这边用档 所以档A 这边就要写classA 所以在第一个这里span的前标签 我们写classA 那后面那个也把它写classA 就是这个 按一下论你应该看不出它们的差异 这个就是看不出来 那我们在A这里就开始 因为它做inline 我们就这边就先写 display 属性就写display 冒号 那它的值就是inline inline就是它会参与行内的格式 就是会卡在里头这样子的一个格式 然后我们要把它框出来 这个box要把它框出来了 那给它一个宽 100px 然后给它一个高100px 框个正方形好不好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颜色好了 background color 我们用黄色 给它一个框框border 然后一个px solid 然后蓝色 我们先这样看一下 它框在哪里 你看看它框的两个格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两个字嘛 那两个字都有span 然后框起来就长这样 到这里都ok 大家做出来是跟我一样 那你如果嫌它框的太长 我们可以加一个padding padding可以给它五个px 就是上下左右都是五个px 那这样它就 你看它的框框就会变大 但是它会影响到上面 这框框大小 你就要自己决定 这个是电洗而已 所以我给大家看 你如果下面这里是span 每个字前面都有span的标签 把它框住 然后呢 我这边就是要框出来 就是要这么大 就会很像你在写word 当年给它highlight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叫in-line 那第二个我们来练习in-line block in-line block in-line block跟in-line哪里不一样 就来练习看看 那一样就是把这个H2这里 不对 H2下面的DIV这里 把它点选起来 然后copy贴到下面那个H2这里 然后第二个H2呢 请你把它写是in-line block 然后在span的前后呢 把它改成B好不好 这个span的前后 那个class改成B 好这两个都把它改成B 然后到B上面来 我们就要给它 改Display改成in-line block 我建议大家就一模一样 从上面call贴上去 copy 然后paste到这里来 然后呢 Display这里就改成in-line block 你就会知道它们之间的不一样 到这里都可以 那改完了你就看一下右边 看到没 好刚刚如果是in-line的话 我的高是100px 然后它只能挤在这里头 那假如说in-line block block就多一个区块 它就真的要把这个100px 画出来 所以看得出来in-line和in-line block之间的不一样 好 接下来呢第三个练习呢 我看这样做block的练习 就是区块的练习 这是in-line block 还是在这行剧间里头做 那block呢就不会跟着那个 那个行剧 那个line这样子走 好所以我们把c c的部分把那个2的div 这里copy 然后贴到下面block的div里头 然后呢在那个spend后面的class 把b改成c 然后上面一模一样哦 把它改成block 就是它会参与区块内的格式哦 这里一模一样把它copy paste 然后这个in-line block 把它改成block 就这样 这样就好 改成这样就好 按run 然后你拉到这边看 那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区块 这样知道block跟in-line block之间的差异哦 所以这个 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就把它留着 然后请你把它就是slide all 把它点选起来 然后贴到你的那个notice 家里头 然后save 另外还有一个display display除了in-line block in-line block 跟block之外 还会有一个叫做none none 那我用 我改在这个block 给你们看 就很明显 你 假如说我们这里 display这里写none none 你 那因为这个span-c 就是只要有span-c的这个区块 如果display写none 这两个字就会不见 好像变魔术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它和run 看这两个字就不见 连那个 连那个 什么设定好的这个 高啊 宽啊 颜色都会不见 所以假如说 你要把它去除掉最快的方式 所以在display这里 把它显嫩 它下面就算有东西 它也不会跑出来 它连字都不见哦 它连那两个字都不见 就是框出来这两个字都不见 只要在span里面的任何东西 就会完全不见 所以这是display的用法 接下来 所以这是inline block的练习 接下来我们来看box model的练习 那就是主要是让大家可以习惯 什么是padding margin 然后什么是border 然后它对你那个区块颜色的 或者是格子的大小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来用css20来做练习 那这个练习在w3school就好 因为我先写字 然后框给你看这样子 我们先要来做一个像这样 i love html 然后上面呢有点点 就是你的border是用dash 然后这个底是绿色好不好 这应该会写吧 用w3school写 谢谢 等我一下 好就是要大家做像这样 所以这边呢 在paragraph就是你也写一个paragraph 在body这里 就写i love html 然后它的字型大小就是这个paragraph 然后它是藏在 它是放在一个div的这个区块里头 那这个区块我定义在上头 我用id 然后所以是用紧字号 那它的代号叫boxmodel 这边就要写boxmodel 里头呢 我字要至中text align center 会吧 其实我记得我有讲 但是好像在讲字的时候讲过了 可能大家会忘了 字要至中就写text align center 它就会至中 然后background color呢 你可以写green 你如果嫌我写这个hex number 太复杂 请你写green就可以了 好不好 然后边边的 上下左右边边的距离呢 是20个px border呢是3个px 然后是虚线 这是dot 对不起 这不是dash 这是dot dot就是点点线 圆点线 跟虚线有点不一样 这是圆点线 然后是黑色 所以你学的不一样的波动 有solid dash 跟dot dotted 就是后面要加id 对不起 这padding是20 margin也是20 所以margin是上面跟下面 但是假如说你只有一个div 在这里的话 你看不出来看到margin 到底是在哪里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把margin拿掉了 然后看一下右边 看一下这个目前的位置在这里 你看它是跑到上面去了 它就跟你的网页最边缘的地方 其实是有空间的差异 所以我们再把margin放回去 然后你再看一下 如果你就看一下 它会往下移一点点 往下跟往右移一下 看到没有 这就是有margin 没有margin 但你只有单一一个元素在上头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来做第二个 就是我们 请大家再把这个div呢 再复制一次 然后放在下面 我们放两个好了 放两个 放两个 然后这个id呢 这三个id我们都来 都来改一下好了 三个id 第一个改成box 第二个改成box1 第三个改成box2 如果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我们先用 把id改成class 然后这个改成box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上面要改成一点 .box 改好了之后 我们下面这几个呢 就是先把它 把它贴上去 等一下再来改 然后下面这里 这里id 第一个就写box1 第二个写box2 这边还是用id 我让你练习一下class 跟那个id之间的差异 所以这边class 是一点上面 如果是id的话 你这边就要改 改成 这里就要改成 那个锦之号 然后box后面要写1 然后下面这个一样 改成锦之号 然后这边要写box2 这样标签就先把它修改好 其他都一模一样 我们先按一下run 然后应该只有三个 看到三个了吧 然后这三个 你应该看到中间有距离吧 这距离就是20个px 这是margin的距离 什么东西在震动 下15个 然后在下面这个box1 这里我们让它的border 就是颜色改一下 你可以改 这里要改哪样颜色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改99FFCC 把它颜色改成淡绿色 然后这个框线呢 把它改成solid 然后是green 给你看一下 好 那我给你看石心跟点点的用意 把它放大 你会发现border是在哪里 border它其实是卡在这个 backbone颜色的里头 有没有 它不是在外面 这条线是在这个绿色的里面 这条线不是在绿色的外面 这样看得出来 因为假如说你今天你的border 那个大小比较粗的话 譬如说30个px 30个px在里面会卡到这么多 会往下卡 你用石心的线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说 它是吃到谁的位置 所以你看看这border 是在你的这个 background color里面 不是在background color外面 所以这就是 这一个练习要让你仔细看 为什么要有一个 dart and nav 为什么要有一个是solid给你看 那最后最后这个 用一样的颜色 看一下最后这个 然后tadding20 sunny green 然后呢我最后这里头呢 我想要把它改它的 嗯 看一下 text align background color solid 最后我想要改p啦 就是 这个还是叫它dotted 你要solid也可以 然后最后我想 假如说你这个字都很小的话 看你是要哪一个字 你要改它的大小 你可以直接这边box to 这边改字 那假如说是所有的paragraph p 你都要改字 你这边写个p就可以了 那paragraph里面的字 我们让它font 就是改这个字型 然后我要出体字ball 40个px 然后字 那个字的形 字的格式你要改成verdanna也可以 verdanna 好 看一下 所有的字都会变大 好 所以这个是 嗯 这个练习 那你会发现我们字变大的时候 好 他 呃 连格子都好像帮你挤大了 有没有 字变大的时候 格子都挤大了 然后我们再把下面这个拿掉 你看 你看格子是不是变小 看到没 所以 字若是里面的内含目的话 content 它也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排版的样态 这样可以 所以不是只有框线会影响到 连这个都会影响到 连这个都会影响到 好 那这是 假如说 一样 让它变 看 我把box1它的padding 弄 变大一点好 padding 把它变成 40 好 那它本身就会变大 所以padding会影响它的大小 所以你会知道border会影响到 padding会影响到 那我如把下面的这个border 改成10号 它是往里面 看到没 它是往里面 它不是往外同站 所以它会吃到你里面的位置 这样看 这样看得出来 就是border跟content 还有margin margin 目前margin都是20 所以就算你的格子变大变小 好像不会影响到 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那我如果上面这个margin把它改成 padding 把它改成40 上面这个 好 这个是40 下面也会40 但是它会影响到 它下面那一个的就是间距 但下面这个的下面这里 它跟别人之间的间距不会影响到 但我把margin变成40 你会发现 这个框框变小 跟下面框框变小 所以有时候你想说 我们设定宽跟高 大家都一样 为什么两个格子排起来不一样 你就要回去想一下你的border 你就要回去想一下你的margin 就是这三者之间一定是有个东西 你设定的时候它互相会卡住了 然后你就会两个框框 居然这边设定都一样 它就margin 因为margin不一样 你看大小就会差这样的 所以设margin或设cutting的时候 还有border 所以要稍微想一下 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格式 那这是第二十个练习 那我们看二十一个练习呢 我们假如说我不想用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来固定这个元素的大小 那这个练习比较麻烦吗 好吧 请开那个CSS21 然后我们用 你可以看CSS21里面的PDF档 然后看你要贴什么字过去 那这个练习直接是在W3School练习就好 所以我先把21 我们先在那个下面 下面 对不起这是刚刚 这是二十 对不起我弄错了 这是二十 我贴错了 对不起我贴错了 所以这边我主要在BODYS这里放了两个DIV 然后我应该到后面有个BREAK 这里把它改个多一个BREAK 然后断糖 好 然后就是它前面的这个DIV呢 就是我们要这边画一个方盒 Padding是5X BORDER是3个PS 宽度是216 然后下面呢 它的宽度要维持200个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我希望它画出来呢 长的样子呢 长的样子我给你看一下 等我一下 长得像这样 然后我们先看 这两个练习会哪里不一样 那我们先 第一个DIV写1 第二个DIV写2 然后在这边念试用ID 所以你用几字号 再问这里我们先设定宽跟高都一样 只是它的宽叫做 200 然后 高也高100 Padding是5 然后BORDER BORDER随便你写 但是我 你可以就照我写3个PX SOLID 然后给它一个HECS NUMBER 你要写个颜色也可以 好 好 这是绿色的 好你可以直接写写Green 没有关系 然后我要给它一个Margin 那Margin我只要Margin放在下面 就写Margin Bottom 如果上下左右都要的话就Margin 如果只要我下面的 因为我下面会有东西嘛 所以我就写Button 这样就可以 大概10个PX 那你 我如果按 请把这个呢 一模一样贴到 Tool那里去 然后按一下右边的Run 好 这样 目前上面跟下面 那你有Margin是10个PX 所以它中间会有宽 但是你看 上面的这个 它跟上面 网页的最上面这里 就没有 没有一个10个PX的宽度出现 所以 假如说你只要下面会有个距离的话 你就写Margin Bottom 这个字 还蛮好用的这样子 那 如果上面这个 200 宽是200 高是100 Padding 5 然后Border是3个PX 然后这边是10个PX 那我现在如果多一个 现在目前两个都一模一样哦 但是呢 目前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盒子呢 它其实是 Padding是5个PX Border是3个PX 你的宽是200 所以其实这个的宽度呢 是200 加上两边的Padding是5 两个5就是10 对吧 好 200 加上两个左右两边的Padding 就10 所以210 再加上左右两边的Border 所以它宽度其实是216 那我如果要它保 维持在200 我们在TOO 这里都会让它维持200 我们就写BoxSizing 在这里 所以TOO的下面呢 我就写BoxSizing 然后你要跟它说我要BorderBox 那BorderBox呢 我就是固定这个元素的大小 就是要高 宽是200 高是100 BorderBox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BoxSizing呢 就是你要固定大小 然后BorderBox的方式呢 它就是所有BorderBox的方式就是 它会所有东西都算在里面 然后挤在那个200里头 就是把这个Padding啊 Border的大小 都算在你这个200里头 然后这样子的话 这个才是真正的200 它的BorderBox呢 BoxSizing 如果选择BorderBox 它会把所有的Padding Border 跟Content 都算在里头 那维持这个200 那预设值呢 因为我们上面没写對不對 那预设值就叫做ContentBox 那ContentBox呢 它的Border跟Padding 就不会算在你的这个设定的宽里头 所以它会比较大 这样会 所以你如果要固定什么东西 譬如说你要我算 如果我算算不出嘛 那我就是固定200 你就要记得写BorderBox 那假如说你会算 你就算Cup的里面是200 加上Padding是5 两边各5 然后两边都有一个Border 所以是两个5 两个3 就是216 这样会 这样 这样 这样听得懂喔 好 好 这是 这是 Box Size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也可以用ContentBox ContentBox 就是你的预设值 好 然后那个BorderBox 就是它会把所有东西都算好 然后加在里头去这样子 好 到这里都可以 没问题喔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囉 接下来我们看背景呢 如果是有相片 然后我那个相片要去做裁切的动作 然后你用不一样的Box 你看它裁切出来就会长得不一样 看到了喔 所以这是第22个练习 那背景裁切呢 我们就要Background Clip 那Clip到哪个程度呢 我只要Clip到BorderBox 这么大 就写BorderBox 然后除了 你可以ClipBorder 或者是你可以Clip Padding 或是Clip Content都可以 所以请大家看一下 那个开 开 因为有相片 所以请开Nopad++好了 然后把22 就是请大家在Nopad++这里呢 在body的下面 放 先放 先放一个image image source呢 就是 那个 你那个folder夹的名称 跟那个相片 下面应该是那张Background PNG 然后我们要练习三个不一样的切法 所以 请你放三组DIV 1 2 3 三组DIV 然后每个DIV都放一个Class 那因为我们要练习三种不一样的切法 第一 所以三种不一样的切法 就把它写在Class里头 好 就ClipBorder Clip Padding Clip Content 先把它打上去 这样就好 好 让你知道说那是什么样的切法 那写好的时候呢 你先把它save 起来 然后看一下它长出 什么样子 你应该 你应该 长得像这样 这是原始的档案 然后下面有这三个东西 有吧 有喔 这是原始的档案 然后下面这三个东西 好 然后我们开始要来切 来做不一样的裁切喔 先第一个就是看这个 那个 ClipBorder 然后第二个再来看 Clip Padding 第三个看 Clip Content 那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在ClipBorder 这里先 先key一下字好了 因为下面是Class 所以上面要写.ClipBorder 然后这边先Border 先Border 一样Border都要先 先把它写出来 Bord 然后10个px 然后我是要用Dotted 然后黑色 然后我要给它一个Padding 35个px 然后BackgroundImage 然后BackgroundImage 我们把它塞进来 所以这边的BackgroundImage 把它贴过去 然后前面这里把它改一下 然后写URL 然后刮糊 到这里都可以 到这里都可以 BackgroundImage 打错了URL 等一下又跑不出来 URL 后面 我忘记了 BackgroundImage 然后就是那张Background下面 把它摆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我们先等一下再来切 我们先把Margin Button放在这里 大概30个px 弄完之后请你先存档Save 然后再回到刚刚那张相片 把它Refresh 你可以看到这一行字 把这张图片砍进去 图片原来是长这样子 砍进去你看它长什么样子 假如说你用的叫做Clip Border Border Box的话 Border Box呢 我刚刚讲过 所有的Border跟那个 跟那个Pattin都算在里面 你看它切的相片就切齐 有没有 切齐在这个Border这里 然后做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做 把它改成Pattin Box 回到你的Nopi++这里 那这个我们 这里我们先 对不起我忘了写 这里我们要先 Background Clip 然后Border Box 预设纸把它写上去 刚刚忘了讲它是预设纸 save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动一下 里顿上不会动 然后它就是预设纸 所以第一个 我通常第一个练习就是预设纸 然后后面这几个呢 请你就一模一样贴上去 那在这边Border Clip呢 Background Clip不是Border Clip Background Clip呢 你把它改成Pattin Box 因为我们是要Clip Padding 好 然后先把它Save 起来 然后去看一下 这里 Refresh 你会看到它的背景 因为它写Padding Clip 所以它只会切在 Content跟Border之间 它不会包含Border 所以那个Border下面就没有相片 看到没 所以这两个切法不一样 然后我们最下面是Content Box 所以一模一样喔 贴上去 然后把这个 这个 Background Clip改成Content 然后Save 然后再去前面这里 再按下Refresh 好 你看 它就会只围绕在 你的Content 你打的那行字的旁边 然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 中间有空隙 那就是你的Padding 然后它的Border下面 也不会有东西 所以这几种切那个 Background Image的方式会 这很清楚 所以把这个就是 只要存好以下是 你有不一样相片 你会想做不一样的处理 好 所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呢 就要用不同的 这个Background Clip的方式来做 那请大家就是把这个先存好 好 那最后 最后呢 最后的23的练习是方合的位置 那这个练习呢 会跟我们今天的作业 第五个作业是一模一样 把它拿来当作练习 然后变成作业这样子 我先给大家看看 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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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的第五个作业 就应该长这样子 但是我等一下有些东西没调 你要自己去调 所以你会发现 还有很多一格一格的 这就是方格 你的Box Model在这里 然后这些不一样的Box Model呢 好像这个格子呢 我好像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要学这些 这些区块的位置怎么去定位 区块的位置怎么定位 好 那这边放了两支 这两支我就不跟你讲怎么定位了 所以你可以开一下 今天的那个第五个作业 在这边 Lab Find 先看一下 Lab Find呢 假如说你想要设计一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网页 我通常都会把它分成几个区块 是第一个区块 第二个区块 第三个区块 第四个区块 第五个区块 我通常都会这样子来写程式 会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下面我怎么做呢 就是所有的二十三 二十三的四跟五都来 都是在讲怎么做 二十三前往我会教你怎么去设定这样 我唯一不跟你讲的大概就是 这两只动物怎么放上去 那你就不要自己放了 那所以因为我不弄这两只动物 我们今天练习就是都可以用 W3School来做就可以了 所以回到W3School 好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好那我们先把第一个 等一下我的 先把这三个 一二三排在一起 写三个方盒 然后把它排在一起 然后这个我们 一个方盒学过 三个方盒要排在一起 没学过 所以我们再排三个方盒 这个方盒 放从这里 我们先在 先在body这里 先放三个div好不好 然后每个div都有个标签 所以 div blogs weight b lo white Rom b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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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 所以我們就把1 2 3改掉 到這裡都可以 那我們就在上面 這裡 Style 那第一個格子 這所有都有block 所以你就寫一個點 bloc 每個block都要一樣大小 寬 然後寬的部分呢 我用4 就是3 因為我要除以3 我整排 我整排都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把它除以3 這100除以3就是33.3% 所以每一個大概就是33.3%這樣 然後高呢 你就給它設200px 然後因為我希望呢 它從左邊排到右邊 從左邊開到右邊喔 所以你就把它寫 我們先看右邊長什麼樣 目前也沒有東西 所以你看不出來 那 我們在下面把它寫1 2 3這樣子 1 2 3 然後每個都先給它一個顏色好了 好不好 不然現在看不到東西 寫起來都怪怪的 那1 我們給它 background color 我用的是hex number 你可以紅成黃綠藍電子 自己先寫一下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顏色是F1C606 第三個顏色是F3D81V9 好 那我現在弄了三個 假如說我沒有特別去寫的話 它就是每個DIV就是一個區塊 這三個區塊就會排成這樣 我給它background color 它就是33% 然後200ps這麼高 它就這樣排 那我如果像剛剛給大家看的樣子 我要它從左邊排到右邊 對吧 好 所以我們就這邊呢 在block這裡 就跟它說 你的flow f-l-o-a-t 就是它的排列 那種水平的方式 從左邊排到右邊 left 你就寫left 好 flow就是水平的排列 那你希望能從左邊排到右邊 那你就按run 然後它就會拉過去了 好 那 這就是 這個上面 這上面呢 有一些字 所以你就知道要在DIV裡頭放字 對吧 好 所以我們第二件事情叫DIV裡頭放字 第一個字是寫home 第二個呢 是寫news 新聞 第三個寫photo 這看起來好像是網頁一開始要點那個頁面的地方對吧 那你如果人家要去點你要給它超連結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那裡給它一個超連結的練習好不好 那我們超連結要放在home這裡 就是一點它回到它原來的地方 那我們就在home的前面放個前後 在DIV裡面喔 再放個A的標籤 然後因為A我們後面就是因為是anchor 我們後面就可以選HREF 等於 然後把你要它去的那個位置用刮符把它弄出來 譬如說我們要讓它回來張斯大的網頁HTTPS 張斯大網頁比較好背 HTTPS 然後www.ncue.edu.tw 就把張斯大的網頁放上去 然後你希望它是target blank 你不寫後面也沒關係啦 好了這樣子我們按一下run 這邊就會有字在上面 這是有超連結 一點你應該就是可以跑到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這裡 所以這就 然後這個字 我沒有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字中喔 字體大小也不大一樣齁 這你們要自己改齁 我就不跟你講齁 字要字中 所以你在哪裡要寫什麼東西 自己要想一下 那一般喔 我們在網頁上面常常都會看到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應該是最基本應該要 會的 還有一個是 我看一下 這裡 通常我們看出來都是黑色的 所以你可以 你的block顏色就是黑色 然後你可以用一些特效讓它 過去的時候 Hoover的時候 你看Hoover的時候 它顏色就變深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去點 你就可以 我這裡還沒有做超連結 所以一般我們看那個網頁上面 就給它按按鈕啊 然後去超連結到其他的地方去 做法就是這樣 只是我今天用不一樣顏色給你看 那如果你網頁真的要設計 你可以像這樣子用黑色的馬寫出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一個部分做完了齁 那我們就來做第二個部分 我們看一下 這裡 這一塊 那這一塊很麻煩 一樣就是三個顏色的方塊 但是它們疊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個字 在那個藍色 只有字只有在藍色那裡 它不在其他兩個裡頭 好 那我們要來做這個 回到剛剛那個 我們要做這一塊 好 等一下等一下 先等一下 我要做這一塊 那我現在是寫flow left 對不對 假如說我沒有去做任何事 我寫出來這一塊 是不是會黏在它的後面 黏在這三塊的後面 所以呢 假如說你已經有寫一個flow left 你要寫一個另外一個 從左邊這樣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在 我們在 嗯 我們在 我們要 我們用clear 要來清除掉上面的flow 所以通常呢 在 在 下面 等一下 就是在 在 在 在這裡 在1 2 3 這裡 這裡你就可以要寫 檔 clear 然後 然後 就是不管他的flow 是上下左右的 你都要清除掉 就寫boss就好 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就會 區塊的所有的浮動 就會重新再 重新再從左上角再開始 這個通常就是 寫上去的話 他就會去把它做清除 那個元素就會清除掉 所以在 我的left5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一下 等我一下 所以我再寫1 2 3之後 我就會寫個clear 然後clear box 然後我再來 我再來把那 再另外三個再重新再寫一次 你不能一直用喔 就是你寫了這三塊之後 然後下面那幾塊就是 這個東西要另外再畫三格出來 好不好 另外這樣不一樣的一層 不然他不會clear掉 好 然後再來 我們就來做這一塊 好 接下來要做這一塊 做這一塊 然後 這一塊 我有放在你的23-4的那個PDF檔 你可以先把23-4的PDF檔打開來看 23-4 那我先把它貼過去好了 再跟大家說明 那第一件事情呢 因為他有三塊 所以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寫的23-4 他有三塊 那你就把1 2 3先定位好 然後你看我的DIV 你先看一下那張圖長什麼樣子 綠色這一塊在這裡是最大塊 中間包了一個黃色 然後又包了一個藍色 所以 我在這邊呢 第一塊 DIV是最大塊 中間呢 我放一個第二塊跟第三塊 這樣會 先把這個三塊包的方法先放進去 所以 你不要寫三格 這個 這一個的DIV 你在用NORPA++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誰是一對的 這個在W3School看不出來 NORPA++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這一隊呢 你就要先把這個DIV寫好 再寫這個DIV 然後再把這個DIV放在裡頭 然後長得就會像這樣 但是你看 你的這邊看不大出來 所以我通常 如果在W3School在寫的時候呢 我第一個DIV 它的後面的呢 我會放在這裡 就是跟它齊 跟它對齊 那你就會記得說 它們是一對 然後這個DIV 它的後面的標籤在這裡 只要對齊就好 然後這個就是這一個 這樣會比較容易記 那我們先來做第一個是綠色的 所以綠色的 我寬寫50% 也就是說它會佔整個視窗的一半 它會佔綠色的佔整個視窗的一半 看到沒 所以用50% 然後 background color是綠色 padding是25 第一個設定就會比較簡單 到這裡都可以 到這裡沒問題喔 這裡寫得出來 可以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把第二個顏色跟padding padding跟上面都一樣 然後那個顏色我們把它換成其他顏色 你可以就是 F1C606 把那個606的顏色放進去 然後我這邊呢 我沒有特別說它的寬要多少 我也沒有特別說 它的波德 或是它應該是在什麼位置 但它就是會置中在這一個區塊裡面 因為你看我們的2 是不是 是不是在這裡 我沒有特別講 它就會置中在這裡 這樣可以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要用藍色的 那一樣 開定是25 那藍色就請大家改一下顏色 你可以直接就寫blue 或是寫 像我上面寫3b 81bk 8 81b9 就是k 那角色沒有特別寫 它是一塊包一塊包在裡頭 它都會包在content應該在的地方 但是呢 這個練習呢 藍色呢 它的位置有一點偏到左邊去的上面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給它一個定位的指令 好 那定位的方式呢 來我們在第三個這裡呢 寬一樣 因為它要定位的時候 我們寬一樣給它50%好不好 然後我再跟你講 它的50%它的意思是什麼 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50% 它的50%呢 就是會是它 那它現在被包在2裡面 會是這一塊2的50% 而不是你整個網頁的50% 看它塞在哪個元素裡頭 它的50%就是那個元素的50% 它的元素本來是 這個是螢幕的50% 但它裡面包了這一個 然後這個如果寫50% 它只有這個黃色裡面的50%那麼寬 這樣可以 所以都是寫50% 我故意這個不寫 然後這個寫 那你會發現它的大小不一樣 要看它被包在哪裡 3是被包在2的裡面 所以它2是 你想像2是它的螢幕 它就會應該只有它的一半 這樣子 好那除了寬設定完之後 就position 就要給它位置囉 位置的屬性寫法就是position 然後我們設定位置是相對位置 先不要寫絕對位置 因為它裡面包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就寫relative relative是相對位置 那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呢有相對位置跟絕對位置 好 就是24 講的是 第四個練習是相對位置 然後第五個練習是那個絕對位置 好 那相對看你是跟誰相對 這邊的相對呢 就是跟你的 那個 DIV那個區塊相對 好 那就是 relative 那這個 relative 我們就給它寫說 離它的上面 top 或是離它的左邊 從左邊 通常 上下左右 你要它 它在哪個位置 定是一個上面跟下面 或是跟旁邊 你都要有一個 方向給它 那方向給了之後呢 它的參數就是它的位置 那譬如說我寫-50px top是-50 然後left0是一樣-50 它的0是在這裡 這樣可以 oh shit 它的原始位置是不是在中間 然後呢 它的relative呢 就是從它的原始位置去 去算出說它的-50在哪裡 對不起 把它剝的搞錯了 這樣可以 所以 你要那個位置在哪裡呢 請你就是 像我剛剛那樣 先從0看一下它在哪裡 然後再用正跟負 那我如果是正五十的話 它就會往下跑 正的往下跑 負的往上跑 一樣喔 這邊是left 所以假如說我是正五十 它就往右邊跑 它記得它是被框在這裡頭 但是它的0 你就看0 它的0就是它原本應該要在的位置 這樣可以 那這裡都可以 所以這是 這是相對位置的練習 那它是我們今天的 這個作業的這一塊 那你看藍色那裡有一個字 I love HTML5 所以你應該把它卡在哪裡 藍色是第三個 所以這裡你要寫個字喔 它上面叫你寫字 你就要記得寫字喔 好不好 就寫在下面巴黎 這兩個標籤 怎麼打中 好 然後我們看最後 最後的 對不起 最後的那個 最後就是要這一塊 這個 紫色的這個 顏色跟字 然後它是 它是絕對位置 所以我們再 回到Dawson School這裡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檔案 對不起 那這個呢 就是 它 就是要讓它固定在 網頁的右下角的地方 好不好 就是網頁的右下角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 一樣就是 它只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在 在Dawson School這裡 請你先在 請你先在Body這裡 放個DIV 好 然後這是 因為 你如果要 從 作業裡頭 這裡寫完這裡 就可以把它 1234 只要跟前面那個 APC不一樣就可以 然後 這邊是一樣寬 我是用50 Background Color 你給它 就是 對不起 它顏色是紫色 我看一下我的作業顏色需求 等一下 作業需求 作業的顏色 它是 它是改成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裡 它叫做Dark Orchid 請你把那個顏色感 然後Copy過去 那個紫色叫做Dark Orchid 然後 顏色改一下 然後它的Pattint是25 那Position你就要給它 絕對位置 然後Button跟Right都是0 這樣的話它就會在 右下角 它就會絕對 就會在那裡不動 它就真的在那裡不動這樣 那 假如說我寫20 20呢 它往上跑 看到沒 然後我Right這邊說寫30 它就會往右 往左跑 所以 絕對位置其實比較容易抖 但是 你如果拿捏 不知道說距離應該擺哪裡的話 就是你就像你這樣子 先 就是先把0寫出來之後 你的位置 你再稍微去做一下調整 到這裡都可以 好 那剩下時間 我們就讓同學們 你自己 就是操專 大概都講得差不多了 唯一沒講就是這兩隻動物 怎麼放上去 位置在哪裡 那位置 就看你是 Left Bottom Rider Chain 還是Up Slow 你就可以自己把它 放在固定的位置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了 但是很久不見 非常好 非常棒 我回答 很難看 第一次